继续带大家来欣赏美妙的音乐饗宴 杨大富裕为了配合中央的防疫新生活 减轻院内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同时也舒缓病患或是探病民众的紧张氛围 特别邀请了蓝阳萨克斯风团 道院来演奏 带来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 借此来慰藉众人的心灵 透过镜头一起来欣赏 南亚萨克斯风纵座团 特别准备怀旧的满山春色 以及失目的人等经典乐曲 一开始演奏 马上吸引许多民众的聆听 让原本冰冷紧张又带伤痛的音乐 注入一股温暖的氛围 陶冶众人的心灵 相对也舒缓大家的情绪跟压力 这就是杨大医院邀请乐团演出的目的 但防疫更重要 所以再度提醒大家的保健观念 今天有听到这个音乐会感觉怎么样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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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才你笑点那净厉害 我觉得还不错 反正在医院还不错 在医院等的时间还可以看到这种表演 这里是医院 心情不一样 但是今天有音乐 我觉得我的病好一半了 回台北一定要监狱台北的医院 最主要是让我们能够身心得到舒缓 那这次疫情因为有长达四五个月 那我们知道六月七号解封以后 大家要倡导防疫新生活 那防疫新生活我想还是要提醒大家 保持社交距离 你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 请你务必戴口罩 透过这场公益演出 乐团希望更多民众爱上suckers phone的演奏 同时也是自我成果的展现 可以提升依然suckers phone的风气 那再来就是可以把我们所学的回馈给社会 那回馈社会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我们来这间 然后借我这个机会 办一些就是公益音乐会 然后把我们所学的suckers phone 然后推广到社会 院方表示 未来将不定期邀请更多团体的演出 带给病患或探病民众 惊喜的艺术欣赏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琳采访报道